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叶天伦指导新戏双城故事由温生豪、陈怡荣,曾配于主演,剧情描述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城市台北市, 九金山,亦一个从没有远赴外地的台湾女孩陈怡荣到美国追爱, 以及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孩曾配于回台寻根的故事, 透过两个城市全是在地台湾以及海外华裔的不同视野, 该剧更成功地透过Netflix同步于190个国家陆续上线, 其中陈怡荣在剧中因对除恋男友而非网救金山追爱, 问及有无相剧中一样离家经验, 他透露婚前家庭美满所以没有机会逃家, 婚后有次因笑口角,然后夫妻离家,一个人坐节运到淡水, 到了淡水觉得有点冷,决定回家收拾戏软, 结果一到家老公就道歉,于是这场淘家生涯就结束了, 他在剧里透过视讯维系与另一半感情, 但现实生活中因拍戏的关系, 时常不在台北,会趁拍戏空道, 透过视讯跟老公一起玩手游, 每天较尽彼此的积分, 笑说积分一定要比对方高才行, 温生豪在工作中都会利用远端视讯跟老婆女儿通话, 黄柏君则透露自己喜欢远距离恋爱, 他透露,两个人在一起有点距离感是好的, 彼此都能有空间去做自己的事, 而且会因此更去想念对方, 只要彼此够喜欢,不论相隔多远都能在一起, 远端视讯对岑佩鱼来说有点别扭, 他认为科技使人距离越来越远, 用心经营相处更重要, 陈怡荣, 后,和岑佩鱼演出不同女性追爱, 青睐影视提供, 陈怡荣透露有次和老公吵架负气离家, 青睐影视提供, 温生豪, 又, 在剧中和曾佩余谱出一段恋情, 青睐影视提供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